中國跟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太空戰 現在雖然兩邊的領域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一場太空大戰 中國已經定好目標了 希望在2030年可以把太空人送上月球 讓太空人真的登上月球的土地 所以最近中國的動作特別積極 那為什麼美中兩邊兩大國家都想要搶佔太空 而且各自又做了哪些布局哪些努力呢 今天的大世界話題就要帶您來看看了 其中我們先來看到中國 中國方面野心勃勃 最近公布了這麼一段在人登上月球的動畫 這個動畫裡面108秒的內容主要就是演示 到時候太空人是真的可以登上月球 踏上月球的 包括做什麼呢 有登陸月球 而且探勘考察採集樣本 通通要完成 並且要很重要 要可以成功的往返 能夠上得去就要回得來 那中國的計畫定出來 希望可以在哪時候達成目標呢 2030年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這幾年所做的任務 就是為了2030年人可以登上月球 站上月球的土地來做努力 那為什麼美中兩邊對登上太空 這麼樣的積極呢 原來就是希望能夠先搶先贏哦 因為如果到時候這個地球真的不能住了 很多人都說人類是不是要移居到月球去生活嗎呢 到月球去生活要有一些 這個還有一些太空任務要進行嘛 那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在這個太空上面要有氧氣才行啊 科學家現在認為說 月球的南極就有一種關鍵資源叫做水冰 說它可以轉化成為水或是氧氣 甚至還可以變成重要的燃料 可以讓人類達成更多的太空月球的探索 那這個資源非常重要 所以只要有能力的話 當然各國都想要先搶先贏先插旗嘛 那之前美國把太空人送上月球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阿姆斯壯啊 當時的任務不是用機器在月球上探勘哦 是人真的直接的在月球上漫步 所以現在為止至今這個創舉呢 都是美國達成的 其他國家還沒有人可以打破 那現在中國當然想要加緊腳步 所以中國定出目標2030年 希望人能夠站在月球上面踏上月球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中國今年跨出了兩大 也算是很大的突破 6月25號中國出動了嫦娥6號 從月球的背面 把月球的岩石樣本給帶回來了 大家稱它叫做月攘 意思就是把月球上的土壤給帶回來了 雖然這一次的任務呢 是用機器去完成的 但也算是人類史上首次的創舉了 那後來在今年10月30號的時候 神舟太空船 神舟19號 載人飛船也進入了太空站 當時三個太空人去到太空站 把原本在太空站上的三個太空人 給換回來了 也就是說完成了對接任務 這代表什麼呢 中國的太空任務 太空人可以在太空站上 待長達6個月的時間 這個也是為了日後登月來做準備的 所以在登月這個部分呢 中國非常積極想要達成目標 那美國呢 美國之前把人送上月球上了 當然他們現在除了想搶關鍵資源之外 來看看美國現在所謂的太空任務 比較著重在戰略性質上面 也就是要跟其他的國家合作 把太空軍部署在不同的國家 雖然跟中國打的都是太空兩個字 但是領域不一樣 美國的太空軍有在南韓 也有在夏威夷 那今年美國太空軍呢 更跟日本合作 把太空軍部署在東京的恆田基地 即將在今年12月份的時候 會正式上路 那美國其實藉由跟不同國家的部署 跟合作 希望要達成領域的互通性 那現在跟日本合作 目的就是要監測中國跟北韓的太空威脅 而美國為了達成這樣的任務 美國的太空軍種主要有負責兩大部分 來往下面看 美國的太空軍種呢 一大部分要負責就是勤搜 另外一個部分要負責的就是摧毀跟破壞 還記得勤搜的部分 像川普之前任內成立了太空軍 在2019的時候成立的 這個軍種呢 是獨立在五大軍種之外 從空軍直接拉出來的 所以才被稱為是第六軍種嘛 那當時成立的理由是說 要保護太空的資產利益 這個其實是有點空泛 在太空上美國有什麼資產利益 可以去需要去維護保護呢 所以當時呢 大家沒有給他太多的好評 那現在太空軍的任務主要是負責勤搜 隨著川普回鍋 預料可能會賦予太空軍更多的任務 那另外美國在去年也成立了這支 叫做衛星防衛中隊 這支防衛中隊主要是攻擊跟破壞為主 也就是說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去攻擊敵人的衛星或是基地 來進行干擾甚至是破壞 必要的話直接摧毀 我們接下來帶您看看在不同領域當中 美中兩邊進行的太空展 中國釋出模擬登月影片 展現太空任務進度與未來展望 我國新一代戰人運載火箭長征10號系列火箭 近日完成整流罩分離試驗 對整流罩設計方案 連結結構分離方案等進行了充分考核 而除了虛擬的影片 中國長征10號也同步進行實驗 北京當局目標正是在2030年前 完成太空人登月並對月球進行考察與試驗 突破掌握載人地月往返 月面短期駐流等關鍵技術 完成燈、尋、採、延、回等多重任務 形成獨立自主的載人月球探測能力 運載火箭、載人飛船、月球著陸器、載人月球車 這類登月工具 中國已經投入初步生產 之所以會如此積極 除了與美國華府的面子之爭 更多或許是劍指月球南極、蘊藏資源 我們稱為那些地方冷藏 如果你要做這幾千萬多年 你能夠建立水和其他雪 月球南極、中年湧液 最高溫只有攝氏附157度 蘊藏超級資源、水冰 不只能作為居民營用水 更能分解出火箭燃料 因此成為冰家必爭之地 而中國利用月球資源可不止如此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兩塊磚 我們叫做模擬月攘磚 那它的成分 是我們通過模仿月攘的成分 然後去形成這樣的一個模擬月攘磚 中國甚至模仿長俄5號探測器 所搜集的月球土壤樣本 做出月攘磚 試圖達成在月球蓋房子的目標 雖然聽起來天馬行空 但也確實讓美國繃緊神經 17號在澳洲北領地展開的 美日澳三邊防長會議 可不單單只討論三國未來的印太戰略 謝謝 美國更藉此機會確定 美國駐日太空軍將在12月正式上路 地點就在東京都美軍恒田基地 初步規劃大約有10名人力 主要任務是與航空自衛隊 太空作戰群等日方單位溝通協調 太空軍是美國第六大軍種 由時任美國總統川普 成立於2019年年底 儘管誕生不到五年 卻因為太空已成為現代戰爭 重要資源引起各界關注 太空軍不像其他五大軍種 主要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 而是以情報蒐集 偵測太空與敵人進行沒有硝煙的戰爭 展現美國對太空領域重視 而他們也時刻提醒北京當局發展太空科技 目的恐怕不太單純 中國對太空野心持續擴張 並且種種種行進都往軍事化方向前進 除了登月之外 還有北京當局積極打造衛星超級星系 恐怕也是想和馬斯克的星鏈同台較勁 美中太空競賽持續進行 兩者都想先一步奪下月球 成為登上火星的中繼站 中國不斷展現自身對太空探索的強大能力 美國未來要如何接招 引起外界高度關注 在你喜歡參謀庭報導